作为歌曲类综艺,天赐的声音相对来说平平,但在这个阶段来说,基本算是把行业内游行曲前列的年轻一代和稍早一代找齐了。 周深,张碧晨,GAI,近年来出圈的宝账,张绍涵,胡海泉,胡彦斌,早一代的巅峰,起点如此之高,而在最新一期里,天赐的声音伞似乎终于忍不住开始搞事了。 玫瑰少年的说唱词被吐槽后,GAI暂时身退,大一铃拿到奖的时候,玫瑰少年戳进很多人的心窝。 叶勇之的故事提醒了我,在任何情况,我都可能成为某一种少数,所以我更要用同理心去爱任何我身边的人。 GAI的rap词并非毫无可取之处,只是淡化了这首歌的意义。 玫瑰少年是为少数群体发声,也是抗争不公的武器,歌词深厚代表的是无数人对那个玫瑰少年的名字。 不痛不痒地利用悲情炒作,盲目减弱歌曲本身的内涵而迎合市场,不够深刻,也不够尊重。 这是大多数人对GAI改编不满的原因。 在第四期,这个矛盾的中心点,于是顺势转移到了张碧成身上,有点提升GAI的感觉。 节目分上下两部分,先选人,后舞台,飞行家常驻两两搭配,张碧成和张子民双张组合。 唱孙燕姿的雨天,熟悉十三姐的人知道,雨天是一首情歌,每一句缠绵而翡策,伤情中带着遗憾。 而在《天子三》中,张碧成和张子民进行了一些改编。 张碧成圆润高昂的主音加上张子民温柔阴雅的和声,将歌曲的情感层层逼近,直到高潮,再见结尾余音,让人回味无穷。 如果说,孙燕姿在感慨,爱情很脆弱,再也找不回当初那个能体谅我的雨天的人,那么,张碧成和张子民则是在感谢。 感谢你曾体谅过我的雨天,带给我一段如此美好的回忆。 所以,越来越远的爱情啊,不要回应,因为我也不会回头。 阿飞沉浸在他们一起一步的深陷中,但说实话,舞台唱漫歌,不算出彩,因为雨天主打情感,而情感是很主观的东西。 只能说,张碧成和张子民,用自己的唱法重新演绎了一遍雨天,将这首情歌重新带回大众视野。 可惜评审这边太过苛刻,给予不少负面的评价,把冲突的金给摁在了名页上。 胡海权的评价重归重举,胜在讨巧,下一天容易让人入眠。 这首歌曲也能够让人安心,周深则喜欢他的安静,喜欢女生思考时带来的情绪。 剑音团成员梁元鱼是一句话让场面尴尬起来了。 你们没有拔高作品的利益,只是单纯在用技巧诠释情感。 言下之意,这个谁都会这么唱,待在舒适区炫技没意思,这个舞台需要一些更好的作品。 这个评价列威有些讽刺,毕竟上映得在张碧成位子上的GI,就是因为歌曲它有意义。 招致骂声一片,张碧成的反应很宽,可以说,他的回答情商很高。 大意是这首歌本来就是情感慢歌,用张碧成和张子明的方式唱出来,会有人不喜欢,当然也会有人喜欢。 他承认剑音团的评价是对的,他们的利益不高,可是,做这个舞台一定要达高利益吗? 这是不对的,正如张碧成说的一样,来到这个平台的人,哪个不是行业内已经有成绩的人? 不管从专业的角度或者从路人的角度去单一评价,对于他们其中的某一个舞台来说,都是不合适的。 天赐三主打的是合作,对歌曲二创,是每个歌手的基本素养。 但一位追求心,追求不一样,是否对嘉宾和舞台的标准太刻板? GI和张碧成恰好站在天庭两边,前者太潮,后者太旧。 对于听歌的人,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。